議員會議的官員 午安 大家請就座 我們開始開會 再過來登記質詢的是伊斯坦大議員 質詢時間15分鐘 謝謝主席 議會的官員 包括我们议会同仁 谢谢大家 那么我想我们参长说 奇美九七是后发言 那我要先问一下我们的观光局的局长 在这个区域的部分 我们市政府的观光局 规划了哪些所谓的观光发展 请局长答复 观光局局长请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伊斯坦大议员 我想这个奇美九居基本上我们分成几个部分 像这个奇三美容 它因为这个距离市区稍微近一点 然后它有各自不同的特色 奇三有奇三老街的规划 那美容是我们的这个客家原乡 那我们有规划比如说这个脚踏车的步道 还有这个夏日 对美容的很多的这个暑期的一个活动 这个是比较属于平地的部分 还有山林 我们规划这个也是脚踏车 跟这个配合这个农村体验活动 那原住民区域像这个茂林 我们从两年前就开始跟茂林区公所 每年像还有这个茂林国家公园管理处 他们办的这个茂林赏碟 还有茂林的这个所谓猎人体验活动 那以及茂林的这个也是一日游 那像这个桃园 桃园我们除了这个跟桃园区公所 像这个在宝山 我们有办这个宝山农村市集 还有这个跟桃园区公所 接续办理这个赏煤活动 以及去年我们办的这个南河马拉松 把这个南河沿线的这个美景 跟全国的观众报告 所以我们南河这一块已经是恢复的 那另外到这个纳马夏 那这个区块呢 我们是跟区公所这几年都要合作 所谓这个赏银的这个活动 那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听说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上万的观光客上去了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 把这几个乡镇呢 根据这个几个区 根据它各自不同的特色 不管是人文的 它的地理地貌 或者是以主题活动的方式 把观光人潮带进去 希望能够这样子活络 当地的这个观光产业 带动当地的民众更多的商机 以上跟医生的宴报告 好 谢谢机长 那么请坐 先请坐 其实刚才机长所提到的 齐美酒区的所谓的观光产业的发展 那么像齐山的老街 它是很明显的有绩效的 但是其他你报告的这些部分 好像都是办活动 那么办活动不是不好 但是它的观光产业的基础 不够稳定 其实发展观光 除了服务我们的观光客以外 我们要让在地的某部分 比较有潜力发展的部分 我们市政府呢 观光企业应该投入一些议算 来去规划 我就举桃园区为例 我们虽然也是 茂馆处的服务范围 那么茂馆处 这15年来 并没有对我们桃园区 有任何的建设 除了唱歌跳舞以外 什么都没有 那么现在南昂公路即将要打通 我们的茂馆处 包括我们市政府的观光局 好像也没有具体的规划 这个区域不是办活动 就会赚钱 那办活动你们有议算 是合销经费而已 当地人也没有赚到钱 没有多大的帮助 那么像上一次路跑的活动 在宝来几半 就看到那么几天 游客真的很多 那么我再问你一下 宝来现在的温泉开发 现在的状况跟进度如何 应该有宝来的乡亲在问我 请答复 来 许局长请答复 好 谢谢主席 我跟伊斯坦大议员报告 我们对宝来的温泉钻探 一直都有在持续 包括之前水利局委托的这个凉口井 但是很可惜没有钻到 那我们现在观光局 从去年开始 也跟交目观光局申请一笔经费 跟市政府合资 一共两千万 预计要钻探凉口井 那目前呢 钻探的第一口井呢 是有水 但是因为水量不够大 还没有办法商业化运转 所以现在是朝 另外再找一口井 那这个区块 我们用这个所谓 大气科学的方式 用这个 比较是解读它的地质 用这方式去钻 不是漫无目的的钻 那这样子 根据我们这个专家的推估 这口井有水的几率很大 那主要就是宝莱地区 现在这个温泉的这个量不够 如果我们专探到这个量够的话 我想它恢复荣景 应该是指日可待 好 先请坐 先请坐 那么像我们桃园区 我们市政府的观光局 也没有投入什么规划的观光产业吗 贸管处也没有 其中应该有一个部落 值得要开发的 就是拉乌兰里 拉乌兰里 为什么一定要开发 它这个部落的名称 是在一千多年前 它的部落的名称 是在湖维 有一个叫拉乌兰社 那不久就是这样缺你的 然后搬到现在的桃园区 这个拉乌兰 拉乌兰有什么特色 它这个部落的範围内 都是温泉 都是温泉 再过来 这个部落 有它的潜力的发展 八八风灾以前 这个部落 每一户都努力的 要为观光客服务 所以曾经 有一个民宿联盟 每一户都空出 房子 房间 打造一套房 那么当地也有一些民宿的 在八八风灾以前 这个部落 可以容纳 六百个观光客 那么我们在开发 一个区域的 观光产业的发展 应该要支援其中 比如说这一两年 把这个支援 在桃园区的 拉乌兰里做开发 那么拉乌兰里呢 街道比较宽 房子也都比较新的 那么我们的街道 向道 都已经恢复为 正名为我们父亲的山民 比如说一山 就三六路 大观山 我们称为 马报 所以我们有马报路 它已经具有历史文化典故的部落 但是呢 我们市政府 观光局 包括贸管处 一直没有 找一个部落 比照 保来街 来打造一个 研究民的部落 作为非常 吸引 观光客的 研究民的部落 我不喜欢看到 我们政府单位 只办唱歌跳舞 我再重复讲一遍 我们这个民族 不是只有唱歌跳舞 所以柯胆意象 造成市政府 政府官员 要开发观光产业 没有实际的投入 整个计划一算 唱歌跳舞 什么啊 像拉布拉米 我要拜队局长 能够 配合 闹馆处 选一个部落 来开发 观光产业的部落 来为我们 观光客 来服务 拉布拉米 它都是平原 都是平地 那么人口也不多 当地的产业 先是我们 爱与最多的部落 爱与 红绿里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希望 透过政府的预算 规划部落 比赵岛来接上 然后带动我们部落 开发一些 民宿 入营 那么我们那个部落 游义户 他已经种了一千多颗的 八重鹰 一千多颗 那将来 这个部落 越是靠近 梅山的国家公园 那梅山国家公园 包括服务中心 他的游客 人量 也有他的限量 所以游客 就会往 拉布拉米 这个附近 找民宿 但是 我们政府的规划 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要拜托 我们的局长 是不是可以跟 那广处合作 打造一个 比赵 倒来接的 原住民特色的部落 将来 有潜力 发展 观光民宿 入营 而且附近 可以 登山 登山步道 他可以爬到 大观山 那么我们附近 也可以爬到 五湖东山 现在登山游客 非常的多 那么 我是希望 我们观光局的局长 找时间 跟贸管处 来一起努力 固化 拉布拉米 这个部落都是温泉 你随便在一个点 去钻 就温泉 那么 希望有温泉 当做开发之后 变成公共意识 让游客进到这个部落 有温泉 可以使用 可以使用 那么附近就会发展民宿 会发展露营事业 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 所以我常常有几个感想 我们市政府各单位的议算 我每次都很烦恼 烦恼什么 这边的议算 放十亿 这边的议算 放几千万 那边的议算 放几百亿 那原乡呢 连开发观光的议算 都没有 山那么美丽 河川那么漂亮 南衡公路即将打通 为什么不打造一个部落 像拉布拉米 打造一个 具有原住民特色的 观光部落 来为我们 将来为南衡的游客 服务 而且这个部落 也很特殊 它的人才非常多 行政人才多 部落共识 也非常强 文化素养 也非常高 那这样的部落 在规划的时候 会比较 容易起的共识 所以我希望局长 在这个部落里 找时间 跟我们的冒管处 一起办会堪 跟我们的部落 面对面的座谈 你宝莱街上已经打造了 上面转向一个 原住民的部落 来打造一个 类似宝莱这样的一个 一个街道 宝莱容纳不下的 可以到梅山 梅山 可以到这个部落 拉布拉米 那么还有一点 帮来几个产业代表 给我反应 再给我 等一下 给我反应 就是泛舟 什么时候 可以有泛舟的活动 那么泛舟的点 是不是可以拉长到桃园 从桃园作为泛舟的起点 往下泛舟 是不是可以 这个是我们导来 几个产业代表 给我的意见 那么泛舟的点 起点 放在桃园 也对桃园 乡亲 街道的商店 也会带来一些 一些做生意的机会 那么这个是我今天 特别咨询 局长的一些问题 那么我知道 包括茂馆处 七公所 谈的光光啊 给我们伊斯坦大 两分钟 谢谢 这些棒活动啊 唱歌跳舞 有什么好看的 看你了 我看文艺台 每天就唱歌跳舞 都看你了 我们要实质的产业计划 我们要培养 当地的人 有经营产业的知识 有经营产业的效果 所以我们必须要改变一个态度 对原乡的开发观光 不是只有半活动 不是只有半活动 唱歌跳舞不是半瓦 那么我希望局长 在这个部分 在推展 齐美九七 除了美农 齐山 贾仙 山林 六规 保来 这个同时规划以外呢 也别忘记 我们远乡也要开发 其中就是 我因为我是 台湾区选出了的意愿 我只点出我们 我们应该要全力的规划 我们一起努力 请局长答复 有没有这样的意愿 帮这个部落里打造为 比照 保来接的 规划案来 为日后的 游客服务 然后请局长答复 观光局 徐局长请答复 谢谢主席 非常感谢 伊士藤大议员 刚刚指教的 这个 有关于拉布朗里 拉布朗这个部落 它 运含非常丰富的观光资源 尤其是有很多温泉 假设是这样 那当然对整个这个 观光是非常大的注意 那刚 伊士藤大议员指教 然后我们 以后我们立刻来联系 这个茂林国家公园管理处的 这边的同仁 然后也跟这个 区公所这边 我们来办一个联合会看 到这个拉布朗里 的周边的这个环境 看它的相关的这个场地 还有您讲的 如果说有一个很好的平台 其实现在很多人喜欢 到郊区露营 那我们也可以开发 做这个露营区 那露营区 它的这个维护管理 也比较单纯 那想这个都是可以让 原住民区 特别是这个桃园 有更好的 这个观光产业的一个升级 这个是我们 为后我们都马上 朝这个方向来进行 好 谢谢 好 谢谢伊士兰大议员 那再过来是刘新正 刘一言 15分钟 好 谢谢主席 谢谢各位居住长 事实上 刚刚我听了 伊士兰大议员的 这个咨询的时候 是有些看法是跟我一致的 因为事实上 我一直感觉到说 我们市府在执政推动 高雄市的建设里面 事实上 很多部分 都是局处 没有整合 局处的资源 没有整合 这非常的可惜 并不是说观光的推动 并不是说活动不重要 但是呢 产业的发展也很重要 你活动跟产业做一个结合 所以呢 像譬如说 像我曾经在部门咨询里面 我请教 我们 我们的这个金发局长 他的整个所有的市政建设 经济建设 齐美地区是零 那如果说 在这个情况之下 不管我们观光局怎么做 我们地方 齐美地区的经济 观光的产业 一定发展不起来 这是可以想象的 我想 先做一个初步的这样一个回应 还有请教一下 我们交通局陈局长 就是说 那个 我们现在 事实上 整个齐美地区的那种 人潮 包括观光的整个推动 包括产业的发展也好 当然交通是非常的重要 那 早期 我们齐美地区的人 要到 外地来到齐美地区呢 大概只能够走 以前齐南公路 而且还是十号公路 后来我一直在讲 我是希望说 把八十六号 从观庙延长到内门 那 这一部分呢 我是 是得到一些 很多很多的回应 刚刚你好像有提到 几号道路 是要再协商过两次 局长能不能答复一下 来 交通局存局长请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刘议员 刘议员刚才提到的是 有关 八六 八十六号 东西向台南官庙县 希望能够延伸到我们 内门 这个我上一次的会期 我这个提 我们也把这个意见 也跟公路总局那边有做过反应 那经过几次的讨论 他们目前原则上 是希望说就近期来讲 利用一八二线 就是观庙隆旗这条路线 结完取直 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局长 第一次的协商 一八二线是在哪里协商的 议呃 议员所指的是 一八二线 一八二线 协商的 对 的时间吗 对 呃 一百零四年的 在哪里协商的 四月九号是在地方召开说明会 这个 有没有同仁 可以说明一下 局长 不是在立法院王院长的办公室吗 立法院王院长那个是 一百零四年十月十五号 是公务局 新公处 还有我们交通局 有到立法院去拜扮 参加的人有哪些 就是公务局 新公处 还有交通局 交通中央有哪些人 中央有哪些人 中央啊 对 我能不能 请教一下我们同仁 去去参加的 谁参加的 能不能讲一下 这个资料是不是 容许我们调一下 你们不敢说啦 怎么不敢说呢 局长 这么简单的事情啦 王院长主持啦 台南的交通局长啦 交通局的人啦 包括我们的交通局的人啦 还有啦 交通部的部长啦 还有我们的前立法委员 中少和啦 在立法院院长办公室 当时是达成共事 要编列预算 交通部长也答应 好我想我只是还原这样一个事实 好 好 局长请坐 局长 我们的双层巴士 是 现在是打算只在做游览车步 观光 观光而已吗 还有没有做其他的 日常的那种客运的运输 有没有 好 局长请 对 陈局长请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刘议员 目前我们 呃 释出的这一个观光巴士 是做观光性质的 因为我很担心 局长是从英国回来的 反正英国系统的 很多都有双层巴士 那事实上双层巴士呢 我很担心你在高雄推动 上一次的咨询里面 上次会去 我也提到 因为这个环境的不一样 把英国的那套想法 拿到我们来 我是很担心会失败 因为我们这边的 模特车塞太多了 那个整个空气的污染 那个影响塞太大 好 我想这一部分呢 如果说 只是用在观光这一部分 我想到时即使是失败 我们的损害也不会那么大了 局长请坐 只要不是 是用在我们的日常的 那个客运路线上 局长还有 我上次曾经跟局长 就说请教 我们月光山的 里面的隧道 空气非常差 而且我也有打电话 给局长过 事实上这一部分 请局长 一定要想办法 我想你认为 月光山隧道里面的 通风的设备 会不会全台湾最差的 局长请答复好吧 陈局长请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刘一元 表演也曾经跟我反映过 那个月光山隧道的 空气品质的问题 这个部分我们也有联系 公路总局 还有我们 养工处 来了解一下 因为这个毕竟不是我们交通局能够负责的 但是我是觉得 这个还是跟我们交通 还是有关系的 当然 请局长能够稍微去关心一下 月光山隧道的整个通风交通的这个品质 这个影响非常大 如果说经过 市场经过那边的人对他们的健康一定会影响的 有时候经常过去 那个都是 都是雾蒙蒙的 局长我想这一部分我们提供一个好的交通动线 让我们奇美地区的人在那边通过 我想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还有呢 局长 那个沙石车 从山林 经过美农的沙石车是走哪一条路去 学长你知道吗 经过月光山隧道 然后经过西门大桥 西门大桥它不是走中正路到美农 是走西门大桥那条路 然后经过中坛 然后再往北港方向 但是西门大桥过来以后 那条路是非常窄的 经常我们的沙石车 人车正道 好 这部分 局长是不是思考一下 把我们的西门大桥 一直到中坛那一段 是不是要拓宽 好 而且呢 尤其有交叉路的那个地方 那一部分啊 一定每一个交叉路段那边 要加那个交通警告号制 因为那个地方有一个路段呢 曾经已经死过两个人了 好 死过两个人了 我想这一部分啊 请局长呢 特别注意一下好不好 好的 好 好 局长先请坐 好 那钱云局 我们目前轻轨 搭运的人数有没有增加 有增加 有增加幅度大概百人比多少 这一步我没算 是不是我们会后算 局长这个怎么可以没有算呢 这个非常重要呢 这个可以一个进来说 那整个成长趋势部案 是看得出来 它是有增加的 有增加是吧 但是如果说增加一点点 局长那是非常大的隐忧啊 你知道吗 好非常大的隐忧啊 因为我本来是期待 透过我们的 好透过我们的轻轨呢 然后来带动 来带动我们的捷运的运量啊 你刚刚说 月亮不是问题 是密度的问题啊 好 那事实上呢 如果说因为密度的需求 那跟我们的整个 如果说我们的轻轨 能够来带动的话 那真的会提高 增加我们的密度啊 好 所以局长 是不是能够把我们的 轻轨 目前每个月增加的人数量 资料能不能提供给我 好 好不好 那我再总咨询 再请教你 好不好 好 这个观光局长 许局长 请教一下 你认为 我们齐美地区 齐美地区 最有魅力的观光景点 是什么 来 观光局局长 请答复 好 谢谢主席 非常谢谢刘议远 那我想 所谓 最有魅力 我想 因为他可能 每个人 喜欢的点不太一样 那我们当然 对你来说 如果局长来说 我认为说 我认为哪个地方 最有魅力 这个在 旗山美农 那当然 我想 我们自己 本身 自己的 这个特质喜好 我想 以这个美农区 这样子的客家的特色 还有他的这个天眼风光 还有他很多的这个 像陶瓷啊 还有这个烟楼啊 这些都非常值得 很多 局长 你认为如果说 如果说我们今天 我们是一个 一个 一个大的一个 台湾一个大的都市 台湾第二大的都市 外国观光客来 我们 秦美地区有没有 具有吸引 国际观光客 魅力的景点 当然是有啊 哪里你说 如果说以目前 我们所规划的 对不对 像如果是宗教的 宗教它像 从那个美农金区 到六归的这个 我们一贯到的这个 天台 天台市 天台山 然后再到这个 宝来上去 这块的这个自然景观 这都非常有吸引力 那另外当 我们一直在内门办的这个 宋江镇的这种观光艺文活动 这也是非常受到 事实上 我一直觉得说 我们的观光 能够整合起来的话 我一直在讲 原理 日本的非常非常有兴趣 我们的原住民文化 我们的宋江镇也好 当然这个比较 具有华人文化的这个东西 当然客家文化也好 客家呢 到大陆也看得到哦 宋江镇这些很类似的这个东西 但是原民这一部分呢 日本人非常有 非常有兴趣 像这样的 类似这样的东西 原民客家闽南 我过去 我上次我也在讲 是不是能够整合起来 让人比较系统的 去整合起来 再包括我们景美 我们景美地区的天然景观 我认为 这一把整合起来的话 会很有吸引力 包括当然我们的设备的提升 刚刚讲我们的温泉 我们温泉业的话呢 我们去 如果说 温泉业的目前的形态 经营了这样的一个水准 没有提升 我想国际观光客呢 是不可能会来的 不可能会来 所以像这些东西呢 是我真的觉得说 我们目前 我们景美地区的观光 展的还有努力的空间呢 还非常非常的大 我不知道局长觉得怎么样 当然 我们还是需要 这个更多的资源来投入 这个区块的整体规划 好 谢谢警长 请坐 我一直觉得说 真的我们景美地区 我们市府 能够投入的 关心的 真的是还不够 真的还不够 在这里 我想跟观光局提出一个建议 我们很多 在我们高雄这边 我们经常有去爬柴山 但是呢 骑美地区 我们爬山的登山步道 我们是不是 现在可以从骑尾山 用走路的 可以走到美龙的月光山 但是呢 中间有一段 非常非常不好走 我们是不是 可以把奇尾山到月光山之间的那一段 不好走的 我们去把它好好的做一个整理 让很多人 让很多人从骑尾就可以走登山步道 就可以到月光山下来 下来以后一边可以到山林 一边可以到美龙 好 这个我认为这个呢 可以带动运动 也可以带动观光 这一部分 好 我不晓得局长觉得怎么样 来 许市长你请答复 好 谢谢主席 非常赶配刘议员 我想这个我自己也要走过啦 但没有走完啦 因为之前 不好走嘛 那一段不好走 那我们这部分也来做一个探勘 如果说这个 他还建设到土地啦 到底是私人的还是 还是这个公家的 如果是私人还比较复杂一点 我认为像那个两边都已经非常好走了 就只有一小段而已 是 我知道 你知道吗 好 那个很多人很轻松的就可以去走 去爬山登山 比我们才才还好走呢 好 而且呢 运动量也够 好 我觉得这个请局长思考一下 局长还有请教一下 你上一次的事实上 我不晓得你是不是忘了 你答应我说 中政府东厕要做公厕 厕所 局长有 你说要找 对 我跟那个 刘远违报 这个呢 我们有跟美农区公所 还有这个 因为当时 一开始做的时候 是养工处 那边有在做 我们已经修了一个啦 那现在是 有去评估说 东厕接近这个客家文物馆 客家文物馆也有这个公厕 可以给他们上 来给刘一言两分钟 是真的很多人跟我反应 尤其年长的人 真的是年长的人 因为为什么我一直会在讲这个事情呢 群集长真的去思考 年长的人 他们没有办法走200公尺外的 客家文物馆 如果说是真的是紧急的时候 群集长再认真的去思考一下 好不好 因为真的很多人跟我反应 好 那个我还是要再请教 局长请坐 谢谢 那个陈局长 交通局陈局长 那个 为什么最近我们增加的 那个取缔的那个照相 照相的那个 这个据点 先增加了 到底增加了几个 陈局长请答复 在奇美地区 谢谢主席 谢谢刘议员 那个测速照相的部分 不是我们交通局的全管 是交通大队他们负责的 所以我可能这边 马上手上没有资料 可以回答议员 局长 我希望你 跟他反映一下 好 这个可能 我可能我再请教警察局 事实上 绝对没有说 政府抢钱抢到这个地步 两百五十公尺 大概没有到三百公尺 就设一个 我想这个是非常没有道理的 如果说 站在交通的立场 也请局长 你就你的专业 是不是适合 议员是不是把那个地点给我 我来了解一下 龙渡国中 龙渡国中的门口 去不到三百公尺 就有两只测速照相 我来了解一下 他是不是测速照相 因为有时候是 一些是 路口的监视而已 照相机 照相 还有一个 请局长还是一样反映一下 美农的高雄客院站 能够给他改建 美农的高雄客院站 美农的高雄客院站 尤其是 好 我们来跟高雄客院来协商 好 谢谢 好 谢谢刘一言的咨询 再过来是 李梅真理一言 十五分钟 谢谢主席 还有我们交通部门的市府团队 大家午安 那其实每一次就是来到我们交通部门 大家对关心的也是观光的问题 那其实大家知道观光局在你们的工作报告里面说 高雄市的观光发展在去年14年 在大环境的不景气之下 就是仍然奋力的迈进 所以来高雄旅游住宿的 在国内旅游的旅客即达到806万人次 首度突破800万人 较前年762万6千人成长5.8% 那整体客源的比较 第一个是国旅市场大概有460万人 是我们最大中的 然后成长近5% 第二个是国际观光客约346万人次 成长近7% 那其中最快速的市场是依序分别是港澳、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跟日本 那其实那个局长在市场市政报告的时候 我就有提到这个问题说 国家 我们高雄就是已经有国内有10家的那个 10家的民宿 可能就已经要宣布要经营不下去了 那在景气不看好的情况之下 大家都在观望520之后 这些旅客是不是会减少 这个部分哦 呃对于如果说 现在不知道会不会减少 但是大家预计会减少 那如果说大陆的旅客 会即将减少这么多 那高雄市我们到底有什么因应的作为 请观光局长回答 观光局长许局长请答复 好 谢谢主席 非常谢谢李议员 我想跟李议员做两方面的报告 第一方面呢 我们其实这个说起路客这样子传闻 从年初开始就陆陆续续也听到了 所以我们也积极的应应 那我们应应两个方式 第一个就是增加国内的客源 那为了增加国内客源 我们提出一个补贴的方案 也就是说从三月开始 到这个年底这段时间 那我们的预算是有限 我们就提拨这个500万 那只要是25个人以上成团 然后有住高雄这个旅馆一个晚上 那我们每台游览车 补贴它5000块 用这个吸引国内的 这个是针对国内旅游 国民旅游 国内旅游部分提这个方案 那第二个呢 这个国外的国际旅游 当然我们假设这个陆客 真的照目前这样子 可能缩减的话 我们大量就是要吸引 东北亚跟东南亚 就近的这个观光客 那我们也提出一个优惠的方案 也就是只要是吸引 这个东北亚东南亚的 这些观光客的旅行社 带来高雄 然后它要住宿两个晚上 住宿两个晚上以上的 我们按人头 每个人头补贴它400块 那这个是目前我们从三月以后提出来的这个鼓励方案 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也会积极的再到周边的几个国家去办理这个说明会 就是所谓的这个promotion 我们近期就会安排一趟去这个韩国 也会安排一趟去这个日本 那我们希望增加高雄的曝光性 让更多的观光客可以过来 谢谢局长 局长你请坐 那其实局长对一个城市的行销 就这几年你当局长来讲 我就认为说局长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局长 就是很多事情就是一步一脚印 那当然我知道你也非常的认真 那因为观光局每次都提到很多的亮点亮点 可是其实这几年来 当然我们你刚刚讲都说104年可能有比前年更好一点 可是我觉得没有看到更多的突破说 在我们的观光上面有更好的一些突破 那其实对一个城市的行销来讲 城市定位很重要 那因为我喜欢拿一些例子来跟大家一起讨论 大家都知道香港现在你看2010年的1月10月 当时那个香港在那个排名红酒拍卖会 是全球第二大的 红酒的拍卖成交价达7.54亿的港币 已经超过纽约的4.62亿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香港的银行就有推出那个红酒贷款服务 然后拍卖场还出现红酒竞标代理人 然后还有那个推出红酒期货 那仓库又有那个红酒专业的那个储藏服务 那其实百货公司也有专业的销售人员 那屈城市这个品牌也打造香港最大的红酒连锁 那个零售的通路 那个屈城市的酒窖 那香港人是认为说 其实红酒不是一个单纯存在的行业 如果葡萄酒跟旅游美食来结合 产生一个协同效应的话 这样整个行业可能会成长得更快更好 那为什么这样子来跟局长来讨论 就是说像我们高雄是以游艇产业为那个 我们的旗舰产业 可是我们却没有看到用游艇来发展出更好的一些观光的产业 甚至连带动一些邮轮来高雄 或者是高雄的产业 跟那个我也有跟昨天还前天 也有跟那个海洋局长讨论过这个问题 就说高雄的产业还有我们的海洋产业 没有因为我们 是因为我们高雄用海洋产业来做我们的旗舰产业 然后发展更多的观光 那我举一下这样子的例子 香港比我们还小 那当然是地点不同 那但是它以红酒来创造更多这样产值跟产业出来 我想跟局长你认为我们高雄除了游艇之外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产业 还有一些观光特色 可以把它创造更多的价值出来 请观光局长回答 许局长请答复 好的谢谢 我非常佩服李源对于这个特定议题行销 其实高雄有很多主题 我们也在推 包括我们最近才跟一个这个咖啡的这个应该是 他们是烘焙 烘焙然后有办一个世界大赛 那这个世界大赛就吸引这个各地的这个咖啡烘焙好手 因为我们有一个年轻人得到这个世界烘焙冠军 所以用他来号召吸引更多对这个咖啡烘焙有兴趣的好手来高雄比赛 那之前他们来找我的时候 我觉得这过想不错 毕竟高雄这几年培养出来这个喝咖啡 然后在很舒适悠闲的这个湖边啊 然后岸边然后说是河边 其实这个是一个我们一个城市的特色啦 那像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值得发挥的啦 那另外刚刚您讲的这个油艇 油艇我跟李源报告 一开始我们确实一直想要推这个 但是我们跟油艇业者有谈啦 他们他们给我的回答是说因为他们这个产业是高端的这个消费族 他们好像不太接待一般的消费者啦 后来我们是有跟海洋局是有另外跟他们讨论就是说 把这个来参加会展的这些朋友 他们比较是高端的消费可以拉到他们的油艇工厂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参观东西 所以这个油艇工会有些朋友他们初步上的这部分是可以配合合作 因为他觉得他们可能比较有医院会去买 那这是那另外呢 我觉得我们这几年一直在推的这个面包烘焙 这个因为我们也出过世界冠军 那我有跟这个吴宝春师傅也有跟他们 他们的团队有跟他们讨论 那现在他也要办一个世界面包论坛 或是这种的这个烘焙学校 那我是建议他说如果有一天他可以成立一个吴宝春面包学校 就在高雄 然后全台湾各地或是亚洲各地要升级的面包师傅都要来这里受训 然后变成是我们高雄在地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食品产业的一环 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可以推的 谢谢局长 局长 那个你请坐 那其实你刚回答的我觉得非常的好 因为其实我讲一个头 然后这样临时来讲 临时这样问你 你就可以回答出这么多 那你刚刚讲的咖啡跟面包 对我觉得这高雄来讲 真的尤其是面包 也可以算成是一个特色 所以你刚刚的回答也有看出说 我刚刚讲的你平常其实是真的满努力的 但是因为可能现在大环境的不好 我是希望说在我们的产业如果说在高雄这个状况之下 这个观光 我希望局长就是多往这一方面来思考 那接下来我又看到你们的报告就是 在我的选区左营国中的旧址 旧址这个地理位置非常的优渥 然后那个观光资源也非常的丰富 所以说藉由那个都市计划变更 现在将学校用地变成观光发展特定的专用区 那其实在地上泉的那个方式 采释出土地商来开发 所以范围有4.67公顷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未来可能是我们左营的那个新亮点 那这个旧址是很多左营在地人士非常的重视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 再期待这个新亮点 这是我们观光局对这个地方的期待 可是两次的招标都流标 是不是我们原来的设定的条件不被市场接受 那未来这个旧址还会再继续再招标吗 那这个症结点的问题在哪里 请局长回答 徐局长请答复 好的 谢谢主席 非常感谢理议员的关心 这个部分我们自从第二次招标流标之后 我们有整个市府 相关的局处都一起来检讨 不是只有我们这个案 像财政局的这个龙华国小这个案子也是流标 那我们就想说 可能跟整体台湾的这个大环境 有点连结 所以我们现在跟财政局 还有这个国有财政局这边整个把这个招商的条件 那重新再做一个审核 包括说这个权力金的这个缴难的期限 我们是限定两年要缴完嘛 是否可以适度的放宽一点 还有这个每年的这个土地租金 因为当时我们设定的土地租金 是以公告地价乘以百分之1.5到百分之3 那后来公告地价我们自己给人家调了 大概这样的三成到四成 所以又有点影响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会跟财政单位 再做一个评估考量 这部分是否可以比较 市场可以接受度的这个方式 希望这个案子 其实我跟林远报 这个案子我们在高雄跟台北办说明会的时候 其实有非常多的业者来参与 他们私底下也表达很高的意愿 那其中也有很多是国际级的这个五星节连锁酒店 那我们在相关单位讨论完之后 在今年会再把条件 谢谢局长 局长您请坐 那其实刚刚我讲的 你真的是一个很务实的局长 你看你也是承认自己的错误 我们市政府就是又把地价调高了 所以导致我们那个癥结点就又流飙 那其实我觉得说 有时候现在在这种环境之下 我们大家要来找厂商来合作 我们其实市政府也要释出一些力多 然后让好的厂商进来 不要说每次都做到一半 这个部分也感谢局长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这个问题我们就是下一次再讨论 那在这里呢 我也看到那个交通局的工作报告 就是说便捷的交通为提供高雄海空经贸城市 来发展那个运输的网路 那提高高雄区道服务的水准 跟修气的那个观光修气 那所以说通勤的运输网路便捷 那将以积极的工程教育执法之四一手段 那其实大家都看到我们交通局有这样子的作为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说 现在那个交通 高雄市的那个效率交通网路APP 或者是那个车联网的系统 然后了解到公车到站 还有预约计程车这些共享 共享的那个共乘的那个道路交通的资讯 那其实这些计程车共乘的绩效到底如何 对目前高雄市的那个交通工具冲击是 大家都知道现在有Uber Uber现在已经可能对我们高雄有一些冲击 那所以说大家有这个平台之后 我也知道说监理处的人员就是多次有去机查 然后但是还有我们那个 看到电视上也非常多的新闻在讨论这样的问题 那如果说交通局做的这个计程车共乘没有凸显出来 怎么样让我们这些合法的计程车 去抗衡这个时代的产物 那新那个科技的观念Uber这样子的平台 我们怎么样来救一下我们那个高雄市的小房 请交通局局长回答 陈局长请答复 好谢谢主席谢谢李议员的关心 那有关刚才议员所提到的那个计程车共乘 它的绩效 其实我们在去年104年1月开始 就先创全国的首先 就批了4条所谓的共乘 那当然这4条共乘是比较倾向于观光的路线 那今年一整年下来那个成效也非常好 那今年我们更在1月开始 从这个捷运的南钢山站 分别针对5个目的地包含大钢山 新达港 越世界空军机校还有空军官校 开辟了5条的计程车共乘 这里面包含有观光的也有通勤的 包含学校放假收假的这一个通勤 那这个部分都受到 使用者相当好的一个评价了 我们会针对有一些缺失的部分 再继续持续改善 特别是在捷运南钢山站 因为有这个计程车共乘也解决了当地 过去好像有时候会接到一些民众的陈勤 或是抱怨 说我们计程车司机没有按表收费 有了这个共乘制度以后呢 他可以先预约 也可以知道他要付多少钱 所以价格就透明化 因此这种民众的complain 就降低了 就没有了 那另外就是说有关Uber进到高雄市 其实这个部分我们早就有在因应 包含刚才议员也特别提到 我们有共乘 计程车的共乘 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偏乡的地区 利用计程车去进行替代公车的 所谓的弹性运输服务 那么另外我们也针对无障碍计程车 去扶植 针对特殊的族群 他们特定的一个服务 还有我们因应邮轮 还有观光客来的那个观光计程车 我想这个在我们整个服务的绩效上面 在报章杂志上都有看到 另外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加强 计程车进行作为物流配送的 这一个服务跟一夜结盟的经营模式 那这个部分是我们从市政府的角度去扶持 我们自己计程车的这个竞争优势 那当然刚才议员有特别提到了 从交通部还有监理所 以及我们这边跟监理所跟警察 联合去做机查 希望能够就目前Uber 他还没有违法的 他还在违法的前提之下 所进行的这一些违法揽客的部分呢 能够进行这个监理 这个领检 还有欢迎 邀请所谓的民众来做检举 那这个部分也透过 计程车业者共同的协助 大家共同希望能够 来遏制这个非法的Uber进入大高雄市来 再给三分钟 好 再给李远三分钟 谢谢局长 那其实局长你请坐 那其实我只是想说 现在这个问题点 大家看到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要就我们高雄的观光 还有现在就连Uber 搭造环境景气这么差的状况之下 那是开机程车 其实在高雄开机程车本来就没有很好开 然后又有Uber 那我也刚刚讲的 喜欢跟大家分享一些 其实国外的例子 那其实今年1月6日 在那个Uber总部 跟旧经商最大的那个计程车 小黄合作社 他已经准备申请破产保护了 那其实合作社的联名总裁 那个马蒂那一支 他在股东里面也表示说 面临严重的财政困境 为了生存下去 我们要一个月内 会申请破产 那他还说其中一些财务的困境是 我们无法掌握的商业挑战 那我们无法掌握的商业挑战 就表示Uber对大家的冲击 那其实这么大的公司 也可以变成财务上的困难 那个远超收预期的收入 这个都是Uber造成的冲击 那其实小黄合作社 是旧新山的第一个大车行 有300多个股东 那其实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受到Uber的冲击 他其实那个一年载客量 大约剩下500多万 那旧新山当然不是唯一 受到Uber的威胁的城市 从法国到澳洲 都有那个计程车司机抗议 所以2015年7月为止 那个纽约市的大亨 佛莱德曼 他旗下有22家的计程车行也倒闭 所以当然这样这么大的公司 都会受到这个Uber 还有小黄合作社 申请破产 这就是Uber冲击美国传统计程车 最大的反应 那因为现在Uber也到我们的台湾来了 所以说在这个部分 因为时间的关系 没有办法一一跟那个局长讨论 可是我也是反应这样子的问题 让局长知道说是不是因应我们高雄算一个小城市 我不希望说本来为了这样 可以这样好好生存的一些计程车 他可能因为受到这样的冲击 没办法生存下去 这个部分也请那个交通局长这边多重视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知道说 请问捷运局长 其实高雄轻轨 现在第一阶段工程有14站 交通部核定通车的时候是在今年的6月 那那个什么 但受到那个包商那个长虹营造财务的问题 现在进度延宕 C8到C14站 因为那个包商成员财务困难影响失控 所以说现在我们有向交通部提起修正 预定申请延到106年6月通车至14站 那我在这边请问一下捷运局长 捷运局在6月的时候通车目标改变 那如果不能预期通车因应的方案要多久 请局长回答 那吴局长请答复 感谢主席感谢李议员 有关我们轻轨这一部分 长虹财务的问题所衍生的部分 那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大概采取几个策略 来予以防范 第一部分当然就是品质 我们一定要把它列为第一优先 因为轻轨本身其实在全世界 目前还是属于一个新的一个 应居的一个形式 那目前除了卡达的 西门子在卡达之外 那大概就是卡辅在我们高雄这一边 那所以我们把品质列为第一优先 所以我们其实我们在去年的时候也 荣获交通部跟工程会的部分 都给我们品质插的部分 给我们加等的部分 那除了品质之外 其实接规下来我们的进度 还是要想办法赶上 那我们大概采取几个方式 因为目前进度已经达到89% 所以其实是心不如旧 也就是说旧的这些下包商部分 其实他们在已经 已经有相关的经验之后 其实在运作上还是会比较快 所以我们采取监督误款 也就是说我们所有款项部分 就直接发放给这些下包商的部分 那另一部分就是其实 我们整个系统里面有含过两个部分 一个除了土建之外 长往的土建 其实还有卡夫的积淀 那这两者间是联合承拦 所以卡夫是代表厂商 负有连带旅约责任 所以我们也同时要求卡夫 去处理这个问题 那卡夫处理这个问题的部分 其实他可以令密厂商 或是直接找寄售 有那个直接寄售的部分 那这样的话其实可以加速 但是我们也还是会担心 所以我们另外另行花包 那我们另行花包的部分 就是我们做预备 如果说卡夫 或是那个我们的 校包商进度物款部分 如果他们时间有所拖延的话 那我们就马上请 那个承报商就进去试作 那这样的话 让所有进度可以控制 那另外我们之所以 会跟交通部 那个申请 整个展延到六月的部分 其实交通部 因为现在交通部的规定 修正只能一次 所以所以我们是 其实是比较保守的方式 我目前是希望 正在努力 我们把目标 定定朝向就是今年底 把它完成 但是因为交通部的部分 其实因为只有一次的修正 那所以我们没办法再有修正的部分 所以我们是采取 比较保险的方式来处理 好 谢谢李议员的质询 那再过来是蔡金燕 蔡议员15分钟 谢谢主席 那我们议会通论 各位 这个 我们交通部门 各局处首长 大家午安 这个 大家辛苦 现在也这个 今天一整天都在这里 我想 刚刚 李议员在讲这个红酒 我帮他 补充一下 这个 喝酒有爱身体健康 我帮他补充一下 我帮他补充一下 那想就进入今天的这个 咨询的议题 那是不是就先针对 交通局的部分 我想 呃 我们当然肯定 呃 高雄市政府 还有我们交通局 为了我们高雄的环境永续 那做了许多的努力 包括这几年 我们所推动的 大众运输的优化 那尽量鼓励民众去搭乘 这些大众运输 减少个人的排碳以外 其实在 各单位整个市府团队 在做 环境永续这一块 其实都相当的努力 那 我当然也肯定 我们交通局 呃 争取到了这个 明年的这个 Eco-Mobility的这个 Festival 也就是这个 呃 生态交通 呃 要在高雄举办 那但是 其实 现在呃 就我们知道 目前的进度是 有确定要在高雄办 那交通局 呃 也属于 要在 把这个 Festival 主要就是 Focus在这个 我们的哈马新地区 那 我们看 生态交通局 诶 听起来是一个 节庆 但是其实它里面有一个重点 就所谓的 无车 吼 所以说 在 过去大概 几个月的时间 在我们哈马新的 呃 蒙众 开始就 其实是惶恐啦 啊 不可以骑车 要怎么 还是说怎么 我想 其实 这阵子 我只要进入 哈马新 就会有里长 就会有男众 跟我提起 这个 生态交通局的事情 吼 那人家到底怎么办 我想 呃 局里面应该 应该 呃 主办的 呃 或者是相关承办的 应该最熟悉的 呃 莫过于这个 呃 南海的这个 水源 是 输文是水源嘛 没错嘛 的案例 而我大概去查了一下资料 看了一下 呃 我看到的是 属原争取这个生态交通节 他们事前所做的努力沟通 所花的时间 那包括 生态交通节 他的重点在无车 无车这个状态 适合在水源 也许也是要经过很努力的沟通 才有办法真正实施 那当然很有其他国家 因为这个 无车路好像也办了 十几二十年了 吼 那 除了 我们限制他们 诶 你可能 目前交通局是规划说 诶 在整个无车的区域 以外会有一些接驳点 那在 区域里面 我如果有错 再请交通局局长 待会可以指责 在 无车的区域里面 会有 提供一些 相关的 所谓的 额额额额额 额额额额 生态运具好了啦 就是不排碳的运具 也许是电动车 也许是各种各样的 那我还记得 那一天 呃 应该是 呃 副局长吧 呃 我们在那个 阿尤那边 Eric来 Eric Britten 诶 奇怪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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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们讲说 他其实 我不知道 我英文难力 其实没有很好 我不知道没有听错啦 他其实不是这么看好 那他希望 一个城市 能够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希望 他是办完以后 真的 民众改变他的习惯 那我不知道局里面 有没有这样的预期 还是活动来了 沟通好了 办下去 办完了 也要恢复以前的生活心态 那 最后一个 其实 我相信局里面也知道 属额额额办这个活动 他有跟民众说 除了你们配合我们 无车以外 其实民众他也有一些好处 讲的好处 当然不是给他钱 给他干嘛 我 我本来是想要说 把资料做起 在 在 进道医师进来咨询 不过时间的关系 不过看到一个 让店家 让店家 他们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做生意 因为 道路现在就没车嘛 啊 就是 可能是 我们讲的 电动自行车啦 电动运具 诶 他的 道路 需求 其实变小了 诶 给店家 有更多的空间 像这样 是一个 好的事情 那当然 包括那一天 不一定也在讲 其实我们在做这些 事情啦 包括 无车啦 包括要大家搭 搭 搭 众议书等等的 往往都需要 给民众一些诱因 所以现在就要问我们 就要跟局长 我要跟局长先讲 真的 我 局长那一天 应该是上礼拜五 你也起来嘛 我们财山山海公 因为我上去 蔡局长的时候 局长刚离开 因为比较晚到在 在 在 议会有事情 他说 诶 局长有上去 那我们也知道 不管是局长 我们相关的承办业务 部单位 都很努力在 这段时间 在跟 里长也好 民众也好 在沟通 包括我去到那里 我礼拜天 也到哈马兴那边 去参加一场公计 有一个朋友 劈头就说 啊 里长的班 那像这样的一个氛围 我们应该如何来做 其实 就我的看法啦 差在哪里 差在我们跟民众讲的时候是 诶 我们确定要办了 那当然这种国际活动的争取 不是 说那样 简单说话的就 做出得对 我想 我们有陆堂局里面的辛劳啦 不过 是不是请局长回答一下 后续 大概 你有什么规划 那我刚刚讲的 我们要给民众什么诱因 而不是说 有车嘛 空气外 高雄 空瓶不好 我们配合 让大家环境更好 那我真的是感受不到啦 如果一个民众说 那你为什么不请那个 排探最多的那些固定污染源去移开 对不对 像这样的一种一些 沟通上的细节的问题 我们未来局里面大概是 有打算朝什么方向 那比较具体的 给民众的诱因是什么 是不是请局长 说明一下 交通局陈局长请答复 好 谢谢主席 谢谢蔡议员 对我们生态交通国际庆典的关心 刚才议员一直在强调 这个生态交通庆典是无车 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名词 我们过去在台湾 直接翻译过来 用无车这两个字 会导致我们的一些误解 导致呢 我们在跟民众沟通的时候 大家会有一点恐慌 大概相信蔡议员也清楚 生态交通如果是ecomobility 他强调是怎么样让我们的移动 在社区里面的移动也好 或是说对外联外交通的移动也好 更加的便捷 更加的舒适 那个便利性要能够提高 这是一个 当然还要牵涉到 是不是能够顺便改善整个空气污染 我们的生态环境 生活形态的这种提升 所以用无车 或是说地方上在传递的这个传单 我们当然也不知道 地方上是收到什么样的讯息 就讲说我们要举办一个月的无车 其实无车是个核心 没有传统的 这些假key为交通工具 我想这是一个核心 对 就是说这种属于会使用石化燃料的车辆 我们希望他能够有一些替代 来做一些转换 那所以刚才提到说社区里面都没有这些车辆 是不是在生活上就会产生比以前更不好的情况 那我们就拿这个哈马辛的这个旧社区来看 其实现在的情况大家把他的车辆 或是机车 或是说汽车就停在他们的骑楼下 或是路边 那我们现在规划的是说 如果在这个步行的空间里面 就在他们临近的附近 比如说我们把那个社区大概分成几个区块 在他临近步行距离如果可以 可以可以让他找到停车位 我们把我们的车放在外头这一个公共的停车空间 那步行回家 是不是这社区里面的空间就会跑出来 所以你们会提供一些所谓的生态运具 生态运具当然是一定要有的 那当然有替代运具去协助大家 那是个人用还是共乘 那免费还是怎样 这个部分基本上我们为了办理这个庆典活动 只要是我们跟地方上来共同讨论 怎么样的方式能够让居民能够了解 整个生态交通庆典的核心概念 以及我们的一些措施 当然刚才议员所提到的在水源的经验 怎么样提供免费的脚踏车 让那一个月里面民众去使用电动脚踏车 如果有厂商愿意去做试乘 或是说公共运居去做巡回的这种搭乘 这个都是可以跟民众一起来谈的 那这里面介绍一个重点 就是说我们这一次的活动里面呢 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公民参与的精神跟机制 所以不是只有公部门 我们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个地方上也觉得说我们好像都已经一切都确定了 那我们希望透过公民参与的机制 民众也可以开始来关心 如果我们这样的一个社区就像刚才议员所提到的 我们把我们的街道稍微整理一下 空间就出来了 这个空间出来是不是可以增加我们商业空间也好 生活机能的需要的设施或是空间也好 这样共同来做一个社区的改造 对未来说不定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新的生活形态的一个示范 议员也有提到 那之后呢 之后当然是这一个月 光是现在我们要来说明给民众 可能就要花很多这个巡回的次数 那我们希望一切能够获得大家共同的参与 得到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结果 之后这一些做法 如果是大家一个月之后认为说应该是还要持续下去 我们当然希望他就是不可逆的改变下去 可以持续下去 如果要的话 如果如果居民这个当然一个月以后大家要共同再来商议 看看我们这样的的的一个方式 哪些地方是可以调整 还是说我们觉得这不错 应该要持续下去 这个就是我们公民参与 还有执行这一个月的事办计划的一个重要的预期成果嘛 我跟议员报告 水源他办了一个月以后 当然不是完全他那个一个月里面的措施 通通维持下去 但是居民已经有共识了 比如说到了周末日的时候 他们希望尽量不要外车还有那个石化的汽车进来 甚至他们社区里面的车速的控制 他们认为应该要控制在30公里以下 那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到 提供出社区一个比较安全舒适的这一种生活品质嘛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来谈谈看的 那我必须再一次的在这边说明了 吴车我们被吴车这两个 这个字这个概念的翻译 过去因为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样慎重的 要去跟居民来做生活形态的这一种讨论 那所以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吴车就是 他的生活通通都被限制住了 我想这个是一个误解 那我也期待 之后我们现在正在召开 我们已经跟里长做很多几次的这个交谈 那也跟议员有做过一些基本上的说明 那从这礼拜开始 我们会在各个里去举办这个说明会 那刚才议员所提到的 可能需要一些替代运具 或是一些增加商机也好 或是说补偿的诱因也好 这个我们都会提一些基本的方案 那有一个重点就是公民参议 他们可以提供说这样可能还要修正 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东西更好 一个反馈式的一个机制 没有错 我想这个是一个挑战没有错 但是也是翻转我们高雄 变成一个生态交通城市的一个重大的契机 局长谢谢 你请坐 你先请坐 我想我简单补充 第一点 当然我希望就像局长讲的 生态交通节 它就是生态交通节 里面是什么内容 当然要生态 其他的就像局长讲 公民参与民众需要什么 我们来配合 那当然好 那当然好 那这个当然 继续沟通啦 继续沟通 我想 目前我遇到的啦 很多是反对的 我可以跟你这样讲啦 那当然就像你刚刚讲的 是所谓无车造成的 那确实不能像局长讲 其实不是 不能骑自车嘛 不能骑自车嘛 这是事实嘛 这也不是 这也不是我乱讲嘛 对不对 一现在 当然我们不希望摩托车就是在 生态交通前还有在那边乱穿 但是 其实这 这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啦 试想哦 有多少 讲高雄人就好 他会骑摩托车 晚上到了 肚子饿了半夜吃宵夜 7分就在他家旁边可能200公尺 他会走路去吗 其实这是一个症结啦 其实习惯问题 当然这个 这不是好的习惯 就 生态 就环境的观点而言 那我们要怎么 利用 局长是专家 用咱的智慧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主席不好意思 可以再两分 好 再给蔡一言两分钟 这个问题 应该是前天的新闻 我相信 明天一言也许 我们有其他议委关心过 中华路 左营地下道要封闭 一年 因为铁路地下化施工 我先请问局长 局长知道中华路 王左营的地下道 机车道已经封闭多久了 请局长答复 陈局长请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蔡议员 那个机车道他因为有施工 所以我们有 有一个 铁工局有一个 交通维持计划 你知道封闭多久了吗 应该也几个月了 应该是两年 好像是两年 本来好像是跟我们讲 前年的六月就要 就要开放 一直拖拖拖拖拖到现在 拖到现在 我想上次我们那边有发生一个不幸的意外 我们有到现场会看 黄兆顺委员 那还有几位 我看我们 左营区的议员也在现场关心这个案子 那 当下 铁工局的人有跟我们讲 因为施工的难度 也许中华地下道会封闭 差不多两个月前的事情 上礼拜就看到这个新闻 势必有影响 那当然铁路地下 我们也希望他赶快完成 那 交通局这边 有没有其他的替代的路线 能够来协助 需要从 大概从谷山这边 往 左营方向 尤其是往左营旧社区那边 因为 往东过去 就是华龙路 老太家 因为他有平交道 再过去就要到崇德路 那边也会塞车 其实比较好走的 我跟 如果是你有看到电视 你从美术馆往 就是 明城路一直走街 过 过平交道 到逢甲路 再 从谷山路去到左营 那边是一个 比较好的替代路线 在这里也对来有的民众 不好意思 待会儿车都走在那裡 就这几条路而已 那我们有其他的替代方案 还是未来有 对 这个部分 我想跟 蔡议员再说明一下 本来铁工局他 希望是封一半 然后去做施工 后来因为他 下去钻看以后发现 很早以前的一个 一个路桥 下面有一个基座 当时盖这个新的 路桥的时候 他没有去铲除下面的基座 所以现在变成他要 他要往下去挖的时候就碰到那个阻碍 因此必须 要做比较大的这个封闭 去集中火力去突破 那当然他们所提供出来的这一个 交为计划里面我们当然也非常重视 在这个区域里面 从小范围到比较中范围的这个替代路线 应该要做好这样的一个安排跟宣导 那目前预计是在5月4号要开始封闭 所以在这个期间我们还要求他在这个交为设施的这个 布置上面一定要完备 要完备 那在对外的沟通 宣导上面一定要再更扎实 那刚才没有错 中华路上面如果走美名路 美苏东路到明城市路 逢甲路到九炉市路 这个是他们规划其中的 一条建议改道的路线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路线会一并 提供出来 不过就是说在一开始 可能封闭的时候 会在前一阵子 因为用路人可能习惯上的问题 会造成一些一些拥塞 我们也要求这个施工单位 一定要随时注意到 这个用路人他们不了解 这个整个状况 所造成的交通拥塞的问题 要随时来做做调试跟跟因应 那这个部分我们交通局 这给那个蔡英言一分钟好了 谢谢 因为车子多 我希望交维计划不是铁工局 单纯提出来你们审核过就好 我希望交通局这边 就我们相对比较了解地方的需求 相对比较了解 地方的这些交通状况的立场 主动是不是可以来 建议相关的交通 不管是替代路线 不管是怎样 甚至 有一些配套的 运输工具 他那边原本是有 本来是走路 呃 驻卫峰这边可以走路 走地下到果茂 结果地下到封闭了 他们有还有派公车在 像这样的计划 是不是请交通局 能够更慎重的了解 地方的需求 现况的流量 针对这些 再来看看他的交维计划 能不能够来因应 其实 刚刚讲 不管逢甲路 不管滑龙路 不管虫德路 都要过平交道 那边 其实在建峰时段 弄很坦的 除了逢甲路以外 这些 就我们交通局了解地方的 立场 让这一年 可以让使用这边的 以高雄市的用路 更安全 更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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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定 我们一定会本着这个 这个职责 会就那个现况里面 可以更减轻交通的冲击 当地交通冲击 来做我们的监督的工作 能够把 包括铁工举的交位计划 包括我们建议的 未来可能要承论的集中点 我们 我会想 我们 主席也是很关系这样的事情 让我们知道说 未来交位 我们会用那些题来盘 可以的 因为这个 这个交位计划它是透过管考小组 还有我们自己的专家跟同仁一起进去做最后的讨论所确定的 那当然实际上执行的情况一定还需要随时的应应 那我们也会本着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们议会的好同事 是无肉肉 没有这样子实施的人群举手好不好 那不错 肯定你们有这样子的去推动 因为低碳 低碳很多 其实我们如果少吃一天的肉品 这也是低碳的 节能减碳的一种 所以 虽然本期常常这样子讲 可是我感觉大家都懂这个笑话 我感觉好像你都懂这个笑话 但是这个笑话 我在这里已经讲了13年多 13年多来 证实这个卫地不是笑话 这是现在当今也是很红的榨子机 这个是已经趋势了 是人们对健康饮食 对我们低碳 如何让我们能够地球不再软化 这个也是一种趋势 我想秉持着我们是公务人员 一定是要拜托做起 所以我也想说 没有做到的人要继续加油 有做到的人 我就给你鼓励 给你赞叹 那我就进入今天的主题 前阵轮路站的改造 真的是一波三折 现在是我们的黄昭新总经理 我想你 你对于这个议题 你应该是很陌生 那也可能不清楚 我一直从以前好几年前 101年我就开始讲了 我是91年 不只101年 一直这个站也是已经有改造过了 但是前阵轮路站因为高架桥新建 那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拆除了 好那我们接下来 那这个轮渡站一直一波三折 经过多次的协商跟交通局 在102年已经有规划利用经济部现有的抽水暂体的结构要来进行 整建成为轮渡站就是刚刚这个也就是里面的轮渡站的里面的内部 我们在这里开会 这个地方已经是已经是拆除掉了 好 好那我们国工局他也就有 当然这些费用应该是港务公司 港务公司出的钱 那有编列了就有编列了663万要在 他的663万是在102年已经核定了 但是原定是在103年底就要完工 那因为当时 但是中央就会交给我们地方 我们地方的政府 就由我们交通局来做这样子的办理 那在103年初的时候 我们要去做这个申请装修许可 建筑我们的建管处 他认为说这笔土地 这笔土地属于道路用地 所以没有给予同意来做装修许可的申请 所以那后来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准与申请 所以我们后来我们又由交通局港务公司 还有国公局公司又在开会研议 就决定嘛就决定嘛就决定在用改采重建 就是用重新的来 所以我们在103年的时候103年底我们市长以核准用这样子的申请办法就是用临时性的建筑物方式来办理 所以现在已经有残骸落定了 那这个轮渡站整个是一波三折 那原来办理这个建筑师不再继续再续办 后来他现在又换了建筑师了 那国公局在去年又重新征聘建筑师来办理这个相关的设计 经费是800万 但是本社觉得说他是针对这个暂体来做这样子的规划设计 但是那本社就是说针对这个经费不足的地方 本社一直觉得说他只是用在暂体的部分 但是周边的一些环境改造 一些环境的美化没有做这样子的去处理 所以办事就是一直在要求说在周边也应该要来做更完善的 来来做我们的景观改造 这是本社在这要来跟我们交通局局长 你现在是不是代理理事长董事长嘛 所以现在可能是会在周边的建设美化 可能会有变差不多一千多万嘛 所以本社就是说 我们一定交通局你一定 希望可以在106年来完工启用 那我们交通局可能要紧盯着交通部 要全力配合 因为这个地方尤其在轮渡站 这是一个他的愿景图嘛 那新山路这个地方 已经被高架桥 都每天在那里 把他这样已经无浪很久了 已经让他们噪音啊污染啊 尘埃尘土飞扬啊 那他们已经受够了 真的是受够了 那因为长期他们在那边 也经过这么长期的这样子的 让他们这样子精神 真的他说已经是 已经要受够了 所以我们应该要回馈一下 所以我想 交通局局长你也算是一个很优秀 很优秀的局长 那现在我们董事长 现在是从缺嘛 那总经理 黄兆兴 总经理嘛 他也当过议员 我想他对这个 怎么样去进行 要如何去把他 你们那个 传务公司这边 怎么样去把他 这个 就是说你们的时效啊 你们的 你们的那个 内部的 整合应该是 我想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 所以 要不要真的这个问题 你先来回答一下好了 陈局长请答复 好 谢谢主席 谢谢林医元 对前证轮渡站的关心 前证轮渡站因为他 国公局 就是港务公司 为了要兴建这个 新生高教 委托国公局 来办理这个工程 那这过程里面也感谢 林医元持续有在关心 刚才所提到的这个过程 确实都是这样的发展 那最近 林医元还有 赖瑞隆立委 也针对这个问题 有邀急的相关单位 去做一些协商 主要是希望说 这件事情应该要 赶快回到轨道里面去 逐步落实啦 特别是针对说 刚才医元有特别提到 不是只有轮渡站本身 应该还要有 周边的这一种 一并的环境的整理 那我们初步 要求的是 有三项的需求 包含汽机车 停车区 还有公车湾的建制 以及绿美化的相关的工程 应该并这一个轮渡站 要不然到时候只是轮渡站 本身的工程旁边 可能也不大适合 所谓乘客来使用 那这个部分呢 基本上我们也 也有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了 那希望在今年年底以前 他整个可以开始动工 那希望在明年106年来 能够完工来启用 好 谢谢局长 那如果说这个轮渡站 把它做好之后 我想前阵轮渡站 它可以整个 可以强化整个运输 也结合我们的观光休闲产业链 尤其可以 我们用规划一系列的 环状的套装的行程 打造前阵跟骑金 还有哈马兴 环状的新玩法 所以说 那我们的古山前阵 还有哈马兴 其实他们哈马兴那边 真的是很活络 那浓渡站的功能 可以创造周边的商机 尤其我还记得在 谢长廷市长的时候 他也有开创一个 叫蓝色公路啊 那这个蓝色公路就是 我们如果这个 前阵轮渡站 也把它做好 应该 这个区块应该也是一个 可以经过的地方 那我就在想 因为我们要强化这里的轮渡站 可以活化 也让它变成这么漂亮 那我不知道我们黄昭新总经理 你们怎么在开会的时候 好像要把我们的前阵轮渡站 当然这个时候这个阶段 很差嘛 所以说 可能听他坐轮渡站的人不多嘛 不可以因为就是我们的建设 就是 缺那个渡轮站嘛 缺那个站体嘛 所以你们一直说好像要给他减班嘛 好像你们有开会说要减班嘛 那那那那因为我时间有关系 那 有空再来探讨好了 好 那我接下来 那局长 这个是 这个也跟工 跟我们港务公司有关系 当然就是跟我们交通局有关系嘛 这是我们民众的反应哦 复兴山路跟爱群国小 前的公车停 那公车停 他的那个 我们公车要停靠区 他的宽度不足 就是公车的停靠区 站 他是 卫养山嘛 但是这些 就是那个汽车阁 汽车阁 这个也是汽车阁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 你看局长 看一下吧 我现在咨询你的问题 我我希望你是 你是注意看我的问题 好 不要看手机哦 好 这个是你画的 这个我们那个 公车的停 停 停靠站 你看看 一台公车 这么大台 那 汽车阁 就在这里 那如果 他们也没有办法 停靠在 那个 就是 靠边嘛 啊 那 如果 骑机车的人 还是要下车 我们 搭公车的人要下车 刚好这都有机车 这样会弄到人们 这是本席在这里 来 做一个 建议 是不是把 所有我们 高雄市 所有像 类似 这样子的 停车 的那个 这样 停车的 我们的公车 停车 的那个 宽度 是不是 一并去 去做个调查一下 那是 这样子的话 我希望 你 加速店 也很辛苦 如果 假设 如果去 发生 汽车 这 高雄市 你是不是 会追究 高雄市 那 如果 民众 又被 被 我们的 都是民众嘛 走 旗车 好 坐 公车 好 修软 的时尽 这 想要算 三个 所以我想 这个是你们 可以改善的地方 真的是 险下 还生 让我们的 乘客 上下 车的时候 不要 那么样的 惊险 这是本时 一个 是 因为 我要 直询的时候 我们民众 来跟我 建议的 我想 要透过 直询 可能 你们 会比较重视 好 接下来 好 那我们因应 轻轨 营运 那我们 离子内的 这个站 可以说 交通 非常的 人 上下班的时候 开山路 跟一新 开山路 连接 我们的 一新路 连接 瑞隆路 就是要去 红山嘛 那红山那边 瑞隆东路 到 瑞隆路 沿街 一新路 凯旋路 我们的班超路 就是都在 那个 那个所在 在我们 前阵来讲 港山这个所在 可以说 交通 最凌乱 人口 最 可以说 最拥挤的地方 那 我要请教你 那个 局长 这个一个 小小的事情 我也不想生气 但是一个 小小的问题 你们可以 让他这样子 本席 从 多久以前 我就 咨询过了 到现在 你们都还没有办法去 立即的去 把它完成 你敢知道 水荷街 水水街 水荣路 就是这条 最烈烈的 冬山水荣路 最烈烈 水荣路 跟瑞荷街 就是这个 这样 就是这样子 从 一新路来 这是瑞荷街 这一条是 是瑞荣路 那这边是 凯旋市路 这条戏 是 瑞西街 你敢知道 这个地方 真的是 经常啊 经常 就这样子的 发生 事故 事故频传 像本席在这里 也说多久啊 结果讲了讲 你们都说 跟我讲说 好 会来 要来 要来 设 红绿灯 结果 你知道吗 公告 要多少议员 都来关心 我们议会 好多的议员 都来关心的 那你们也讲说 要来 要来 安装 要来 要来 那个 红绿灯 要来装设 都现在还是没有 我不知道 交友群 这个那么小小的 一些钱 差不多60万而已 要讲那么多 要讲那么久吗 我想 我真的是生气了 我真的是生气了 一个60万的经费 可以这样 挖 挖两三当 这是什么一回事啊 这 这就是很高难度的工程吗 有这样 费钱吗 这可以说是我们工山地区 我们前段 最老烈的就是这个工山 就是这个水梁楼 我水梁楼的人 抓手 好不好 对我们这里的 環境周遭 有没有认识的人 请举手一下好不好 很多人嘛 这个地方 都是打得叫 而且我在 还没有轻轨 还没有轻轨 还没有 新建轻轨的时候 我就讲 讲到说轻轨 现在也在这四云运 未来我们的民众 希望说 我们可以用 骑下车 可以来坐 可以来坐 環状的一种轻轨 一个 这么简单的事情 做不来 我也觉得 我真的 匪夷所思 好 我就不再讲了 等一下再给我 回答一下 好 那这大五格 草牙道 在五月 五月九日 它要试营运 交通 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我也很高兴 在去年 我在种植群的时候 在去年的时候 就 他们本来是说 在 年底的时候 就要 营运嘛 后来他们就是 一直 一直一直 一直拖嘛 这是因为 本期在这边咨询 也引起我们 市长 很多的 很多的人 就是 也是很震撼 因为我 我就是 经常从这边经过 他这是我的酸苦嘛 我 我一星期 一定 差不多这条 中山路 走转 中安路 或者 我要去小港 我 经常 一个礼拜 一定要在这 至少要走七八趟啊 那我想说 这个大鲁隔 草牙到 马上就要开幕了 过去在那 交通冲击一定 很严重了 我想 这个问题 真的是 很很严重哦 所以 我就抛出来讲 结果也 引起我们市长 我们 交通局应该 大家都很震撼 所以 也 就是因为这样子 我们 我们现在议会 的同仁 大家都在关心 因为 这是我的 参加 但是 民众 市民朋友 有可能 从左营啊 有可能很多地方 大家都会来啊 不要让他 这个十大 依照市的路口啊 所以 我想 本期也讲了那么多了 我也透过今天 我再来 讲一次 因为 第一次是在总咨询讲 今天是 我们科室也 也一道来听一下啦 好 我们接下来 大鲁隔草牙到 他位置就在 中山市路跟中安路 就是这个 就是这么 好 来 中安路跟中山市路 十大亿兆市的路口 真的是 选项完生 好 那这个刚好是 这个路段 刚好近年的 国道末端 大型车辆 可以说 车流量非常的高 大鲁隔草牙到 他营运之后 汽车 势必 带来 交通非常大的冲击 你看 光是这个是平常 平常日 就这么多人 那如果说 草牙到 开幕之后 我想 真的 看 要怎么去应用 我也祈求 大家都平安 那 这个 未来的商圈活动 车辆 由市区 要他要进入 要进入中安路 如果汽车的话 那车辆 我们如果 开车的 当然 这样就顺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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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路 就直接左轉啦 紅燈也右轉啦 現在是好像 警察局都在開這張紅燈嘛 就不用 不用待轉就直接左轉 哇這真的是我們共同市的這也是一個報啦 我想 這個地方 必須三段市的左轉啦 那我想 以後 可能 是不是 我們交通局 跟 那個警察局 可憐是 勢必你們要去做橫向的連結啦 你中山路要到大魯閣草芽道 他必須從中山路到中平路 在這帶轉 然後 帶轉之後他要從中山路 要 在這個 我們的 中安路 又帶轉 他要往北 才能進入到草芽道裡頭 所以這個三段市的帶轉 喔 喔 這個 才能夠 順利的去進進入大魯閣 所以 這個部分 我想 我們交通局 看這個 保分 你們要怎麼來做應用措施 是不是要求大魯閣草要到他們的 經理人啊 看怎麼樣去 到時候 這個是 非常嚴重的事喔 這個是帶轉的部分 兩處帶轉 機車腹地那麼小 那個 江湖局局長 這個我們從 中山路 在中安路 帶轉 這個帶轉區 是這麼一小小的 的樣子 是不是 這個 停車 線 可以向後移嗎 這個你們可以 去應應 未來 我們大魯閣草芽道他要 開幕的時候 你看 他只能夠停兩台 三台 機車啊 到時候 你看這樣有辦法 是不是很 危險啊 那這個是 在 在那個 中安路那邊的帶轉區 有比較大一室啦 好 那 更妙的 就是從 這個是從 北往南要去草芽道 那如果說從 南 他家住在小港 他必須要 走到 他必須機車 他一定要 要騎騎來到 馬祖江湖 也是 兩段式的帶轉 一路 彩繞道 他要往北走喔 走到 馬祖江湖喔 他又在 左轉 再來去 鄭中路加帶轉 然後 他才能夠 回到 小港喔 哇這個地方 到時候 這個 鄭中路跟 路加 馬祖江湖 這一定是他家喔 真的 我不知道 到時候怎麼樣去應應喔 好 那 局長 剛剛我是把那個最嚴重的狀況 我在這裡 好 來 做 表達 質詢 那 之前 本席在我們市長 我們總質詢的時候 相信我們 陳局長也很理解 那今天為什麼本席還要再講 因為就 破綻媒節啊 他們 五位 五位 當時就要 開幕了嘛 剛才你們的科事主管也在這裡 我相信 你們的團隊 一定是非常優質的團隊 也 不要 因為他在這裡 來 帶給我們 小港 當然 他們能讓我們家做 這 商圈 當然能讓我們 過去 在前庭來講是一個 很偏僻的地方 但是 人家說風水流轉嘛 現在來轉到我們的前庭 超越了 我們很感心的 超越過去 給人的感覺就是說 啊 超越 就是都是很努力 啊超越 啊都是都是 安裝安裝 都是 很 不像我們市區 這麼僅僅僅僅的地方 但是 我們那些人都很高充的 我們 在草原 到前庭的人 都是很有水準的 一群人喔 所以 我們也希望說 這一次的 草原道 他要開幕了 啊我想 大家來到這裡 晚的人 齁來 逛商圈 齁去 商圈的人 大家都很平安 啊 當然 最耽誤自己的齁 啊最衝擊最大的 也就是我們選區的 市民朋友 因為我們就是 住在這裡 我們每天就是要在這裡出門嘛 啊 所以 也希望說 也可以透過我們 啊 交融局 和 捷運公司 啊捷運局 和捷運公司 可以用優惠的辦法 能夠讓 可以讓我們的市民朋友 可以搭乘 我們的大眾運輸 可以讓我們的 可以 越 好 那個二氧化碳 不要再 持續 好 再 再 多了一些嘛 所以說 這是本社的看法 是不是 來我們就把它修完 看到 啊 高雄 高雄市啊 隔壁七啦 這個 人家說左轉 保受 購病 那 我希望 這裡 就是說 我們 台塘 它有輸出土地 要來新建這個停車場 是不是這個保分 可能就是說 你們要去要求 可能就是 台湾公司當然是 大魯閣潮道他們要去努力的嘛 當然 大魯閣潮道它畢竟是一個民間公司嘛 那我們做建戶的人 當然就是 看要怎麼去福德 可以幫助你們 看我們台塘 試出一些土地 也當了這個 新建一些停車場 當然 要說叫大家 來坐捷運 這個時候 最好的時候就是說 你如果給它誘因 人家才會去 搭乘啦 你不給它誘因 人家覺得說 我 我 騎機車 鋪的就夠了 很方便 生生而已 有時候就說 你要給 人們 有一種 我們的 汽車 騎出 多增加二氧化碳嘛 讓我們的 城市 能夠 可以說 說實在 我們前年修工 來我們這 建設我們也是很高興 但是前鎮小港已經是重工業區了 已經我們的二氧化碳已經很多了 我們的污染 噪音 都很多了 但是多了這個也對我們帶來 附近的繁榮 那是好事啦 但是市政府 是有什麼樣的因應措施 這是 本市 想要聽您 聽您說看看 好 局長 我講了 我這一次也 有一次透過 今天 也讓我們的市民朋友也知道說 要去大陸閣草耀道 要洪南洪北 就是要三段式 代轉 透過這個 時間也讓他們 更讓我們的市民朋友 可以再做一個提醒 局長你是不是給我回應一下 交通局陳局長請答應 謝謝林議員 有關 我們5月9號 目前預定的 那個大陸閣草耀道就是要開始營運 當然 它的影響到 我們現有的交通的衝擊 大概是 沒辦法 撇面 不過就像剛才議員所說的 我們這個 基地 旁邊剛才有一個 很好的 捷運站 所以 就是本身這個路口已經是有一點複雜了 所以我們也很希望 呼應剛才議員說 所提到的 有這麼好的捷運站 所在的一個基地 希望我們的市民朋友 可以來 用我們的公共運輸 特別是用捷運 很輕鬆的來這裡購物 來這裡散步 來這裡玩賽車 不用 為自己的家 騎乘車 要三段式左轉 或是幾段式左轉 停車要做清車尾 當然 我們在它的交易計畫裡面 有要求 大陸閣一定要針對 使用公共運輸的人 能夠做優惠的配套 包含 它進入到 園區裡面會有他們的園區的那個 自己的軌道系統 可以讓它很方便 去到他們 園區裡面各個廠區裡面去使用 當然在外面的 一些 號字 標誌 甚至我們把 高速公路下來的這個引道 也希望能夠一併 做開放 來 來削減 這一個 交通的衝擊 剛才的議員 特別說過 萬一一定要 騎乘車來 還是要塞車來 希望 盡量 這個交通狀況 不見得是 會最舒服的 那我們也要求 大陸閣 已經在 那個 周邊 跟台塘 租借了 大概有三個到四個的替代停車場 當然希望說 可以在替代停車場停車後 看怎麼用稍微步行的就進入我們這個園區 這是最好的一個 定義說我們要來 商品也好 打擾一下 陳局長我先處理一下時間 現在已經5點59分 離我們上會時間還有一分鐘 所以現在我們的 下午的質詢就到我們 林婉容議員質詢館後再行上會 OK 這個部分我們 島安委員會也有特別去 現場再做 做那個 會刊 希望說 這個地方都要 準備好 像我們 預先的規劃 一定要確實的 把它執行 我們才同意他 來進行 市營運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會在隨時應應 特別是說他第一禮拜 他希望 新來臨的停車位 不提供對外 主要就是希望透過優惠的方案 大家用 使用這個 捷運 或是公車來到這個 這個園區 看看用這樣的方式 其實是可以提升更好的這種 購物或是休閒的體驗 第二就是 剛才 議員很關心 瑞隆路、瑞河路的 新設 號制入口 其實議員說 我們 積極地來辦理 不過這過程中 有一些程序要走 我們事實上包商已經在 三月 三月中 已經跟公務局申請 挖路的路證 他的路證 心情要有一點時間 我們還要積極 對 這個預算已經 我們去年年有幫你 去年那個預算 有可能 那 那 這過程 我請我們的 去跟議員報告 這過程到底是 到底是在程序上 我們 說到什麼樣的一個 一個過程 那 目前 這個 路證如果核准下來 大概五月 五月 裡面我們就會有把它完工 就可以開始使用 如果 時程可以再盡量提早 我跟議員 保證 我會 特別關注這個 這個案子 那盡快把這個 工程完工 提供 未來清潰在這個地區 所提供出來的交通 能夠更加的安全 以上 停靠區的部分 剛才是剛才議員有說過 那個部分 剛好 今天早上已經去會看過了 前後大概有一些紅線的部分 我們會去做檢討 把它給 我們運管科還有 停 停管中心會 配合 早上也去看過了 基本上是可行 我們也會 就像議員所 所提供的這個訊息 怎麼樣讓 公車能夠順利的 停到他的停靠區 保障 這個我們乘客上下車的安全 至於說其他 市區裡面的其實我們 一直都在注意這個公車停靠區的部分 那 只要是空間可行的 我們都會去 設這個公車 停靠區的 的這個 局長 像這樣子的話 好像 你一直找 港 客運 港 客運 那個 那個 主席 我們就知道 好 再給你演一分鐘 呃 局長 這個 不管是港 客運或是 其他的 交通工具啦 你如果說 我想 有時候 呃 他 這個是屬於 哪個 工程 運輸科嗎 呃這個 劃設 劃設 劃設這個 公車停靠區 應該是 運館的 運館的業務嗎 派工給交工科來施作 交工科來施作 那我想你們這橫向的 那個溝通要 要把他 你如果這樣子 你如果說 沒有把他 那個 就是那個距離 沒有把他 化好的話 真的 對 駕駛長來講 也是要很大 對我們的市民朋友 這是因為 我們的市民朋友反應我 所以我想說 咦 對啊 那這個 所以我們就 就去 照現場 那我想 是不是整個 我們高雄市 所有的 有 公車停靠區 的 地方 我們 缺貝群補償 好不好 對 這個我們其實去年開始就在做這個動作 所以 議員可能也了解到 有一些 陸服還不夠的 我們會用那個波浪型的 的標線 希望能夠把這個停靠區 把它進空 讓公車能夠停的進來 當然最理想就是像剛才 議員所關心的 我們把它畫一個 真正的這個 有一個足夠的公車停靠區的範圍 讓公車能夠安心的 停進來 這已經去 費勘過了 應該是很快的 就輪廬站的 輪廬站剛才把議員報告過了 好謝謝林議員的質詢 那我們今天下午的 登記發言的議員全部都發言完畢 那今天的 會議就到此 那明天一樣九點開會 好三位 是